首先来看一段VCR 看到这样事的美人谁能不迷糊呢 脸若银盘眼似水性 难怪西门庆会为她沉沦 百刀在她的十六群下 就是观众也很难说清楚 对这位美人到底爱多一些还是恨多一些 这不他不光迷倒了万千观众 还迷倒了武松 那时候想要拍一部电视剧 不像现在这么简单 1998年《水浒传》一拍就是三年 当时武松带着几名良善好汉 天天光着膀子在剧组练肌肉 只要王思义一出现 这些男演员就热情地跟他打招呼 这让王思义觉得非常不好意思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王思义待在剧组房间很少出门 《水浒传》中 武松最重要的戏份都在前半部分 所以跟王思义在一起的时间非常长 当时的王思义才25岁 唇不点而红 眉不化而翠 举手投足之间 皆显媚态与风情 即便是恼羞成怒 也带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魅力 对说水浒传拍了三年 潘京联系份合起来也就五级 但他又在剧组多待了一个月 慢慢的就有留言传了出来 大家都在剧组著武松的重头戏 其一打虎 其二便是怒杀西门庆 无一不彰显了武松的男性美丽 一个高大魁梧的武松 一个是美丽温柔的潘京联 两人虽然在戏里针锋相对 但是戏外却产生了情愫 1998年拍完《水浒传》以后 饰演武松的丁海峰 向妻子坦言 自己爱上了潘京联王思义 实际上早在剧组的时候 名眼人都看得出 丁海峰爱上了王思义 剧组的朝夕相处 甜蜜时光很快就过去了 王思义多待了一个月 终于还是离开了剧组 慢慢的丁海峰和王思义的绯闻 传遍了全剧组 而丁海峰也是大方的承认 不仅在剧组 剧组之外也有了风吹草动 那时候丁海峰是有家似的 他与妻子堂哥相逢于威时 早些年他还不是演员 组了一个小乐队 乐队里有个美女便是堂哥 两人经常排练音乐演出 慢慢的便谈起了恋爱 在堂哥的支持下 丁海峰重新捡起了学业 考上了吉林省艺术学院 自此开启跑龙套生涯 堂哥无怨无悔相伴在策 结婚的时候只领了证 连婚礼都没有办 为了省钱一起住在地下室 直到遇上了水浒传 凭借武松一卷 丁海峰迅速走红全国 有了钱以后 为了报答老婆 第一件事便是在北京 买了一套房子 可生活是好了 两人的感情却出现了问题 只因为王思义的出现 由于拍摄这部剧的时候 演员们都在剧组居住 武松和王思义对手系不少 两人经常在一起切磋剧本 这切磋着切磋着 感情就来了 绯闻传得沸沸扬扬 对于观众来说 这对凶早恋 那是相当的有看到 堂哥自然也有所耳闻 再加上自从丁海峰杀青 回家以后 整日里便茶饭不思 夫妻俩人几乎零交流 女人的第六感 让他感觉到 丈夫应该是出了问题 于是堂哥立马打电话给丈夫 你和潘金莲到底是咋回事 你给我说明白 几度沉默后 堂哥表示 我给你万年时间 你要是执迷不悟 我们就离婚 说完就收拾好自己的行李 回到了东北老家 实际上 丁海峰之所以和王思义传出绯闻 是因为一张照片 《水浒传》宣传期间 有媒体拍到 王思义与一位男士的亲密照片 香港媒体更是振振有词地表示 王思义已经和丁海峰在一起了 实际上 这对俊男美女虽然互生好感 但到底还是有底线的 而且这位男士也并非丁海峰 还是另一位圈外人士 自从堂哥走后 丁海峰一个人待在北京 想要给妻子发消息 可拿起电话又没了勇气 于是他决定给妻子写信 当他打开抽屉的时候 却发现了一个铁盒子 里边厚厚的两百多封信 全都是妻子写给自己的 可惜一封都没有寄出 含着泪读完了信 回想起两人最为艰难的日子 丁海峰后悔不已 连夜给堂哥写了 足有二十三页的道歉信 第二天一早就赶往东北 向岳父岳母陪礼道歉 向妻子忏悔 面对态度诚恳的丈夫 堂哥最终也是原谅了丁海峰 从那以后 丁海峰再也没有其他绯闻 和堂哥恩爱有加 而另一边的王思义 也终于在2007年松口 自己已经跟圈外男士结婚了 那一年他已经37岁 遗憾的是 结婚至今他们都没有孩子 2018年 酒吧版水浒专剧组 迎来二十年大团队 瞬间引发了无数人的集体回忆 那时候余悦仙还在 王思义还很美 武松与潘金莲相逢一笑 过往随风一切都烟消云散 堂哥不哭不闹 只用一句话挽回了婚姻 你学到了吧 相爱容易 婚姻不易 学会经营婚姻 才能笑得长远 对此观众老爷们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 参与讨论 我是传奇君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最后 我计划 那